台湾科技业自行研发的通讯软体PGTALK也和东大门夜市结合 配合政府政策加码举办 新用户在东大门下载并且以200块钱振兴券购买PGP消费点数 现场除了得到东大门夜市主委强力推荐 很多民众也都下载来支持国内研发的PGTALK生活智能APP 疫情期缓加上双十节 联系假期后来涌入了大量观光人潮 尤其县政府推动五倍券开放领取 华人县政府也推出玩花莲抽兵士 再抽百万零币 以及花莲方信购 月月抽iPhone等两项加盟活动 通知台湾科技业自行研发的通讯软体 也与东大门夜市结合 配合政府政策加码举办 PGTALK是一个本土自主拍发的生活应用的软体 除了有大家熟知的通讯功能之外 还有消费直播货物商城等等等等 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如的生活应用软体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有正式拜会花莲县政府 还有观光旅游处 很谢谢这两个单位大力的协助帮忙 然后让我们PGTALK可以在国庆廉假的时候 在花莲东大门夜市举办推广的活动 希望可以把这一个这么好用的全面的生活应用软体 推广到花莲县市 现在呢如果是新用户下载的话 我们会马上把你的五倍券放大 只要你用200元的五倍券 我们就会马上送你100元的现金红包 所以花莲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东大门下载喔 加入PGTALK它是另外一种的多元支付 它其实做的活动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它那个新用户 它处置那个振兴线200块就送100块 那旧用户500块就送也是100块 非常划算的 然后其实结账的时候可以避免接触 人跟人的手就是不会碰到比较安全 长期推动关心花莲5G城市规划的 先议员吴建志 一次到PGTALK在花莲举办活动 也带领着人员们拜访花莲新政府 观光旅游出场 交换疫情后的观光推广 以及未来如何借口观光活动来办理 并有PGTALK将花莲观光旅游资讯 推播给所有的用户 而在未来 他们也非常乐意在花莲举办公益活动 一文等演出 接着就会关注不到